花园们好 今天我做个视频来讲一讲 我们家是用什么东西来杀 果树 还有这些花卉的害虫或者病菌的 我主要就是用这两种 一个叫做马拉松 好像是和马拉松同一个词 这个是在肯尼迪泰尔 它的肯尼迪泰尔就是轮胎店 它的一个铁柜子里锁住的 它有微堵 它对小孩有微堵 铁柜子里锁住的 铁柜子里锁住的你要找店员 给你把那个铁柜子 当然都是在garden center那一块 给你打开打开买 好像是十多块钱一瓶吧 这个是我是这样用的 它里面有个说明怎么用法 好像是我是用这个瓶盖 这么一盖来一升水 一升水 然后我是这种一个佳能的 3.5升的 3.5升的我是用的三个瓶盖 三个瓶盖 这是我买的喷雾的喷雾器 喷雾器这个是在Home Depot买的 大概是19块钱 这个喷雾器大概是刚才有 过去声音太大 应该听得见 大概是19块钱 因为你买一般的小喷雾也要几块钱嘛 也要9块钱30块钱 所以我就买的这个这个喷的大树比较好 主要是这个上写的是杀过种 害虫 其实我包括那些病菌我统统杀我家里的所有的杀 但是后来 因为这个烧水有点微堵 好像是对小孩长期接触不太好 但是基本上你不要去喷蔬菜那些 喷水果也不要喷太多 这个东西特别是杀了个天鹰也就是鸭虫 它下雨了之后春天那个嫩的尖 比如说西梅啊里树啊桃树啊 还有这个包括月季啊 还有樱桃树它都会生天鹰 樱桃树特别是云生天鹰就是鸭虫 用这个杀特别好效果特别好 就是用这个啊 然后这个叫做这个是硫黄粉 就是这个硫黄粉 这个硫黄粉杀什么就是杀那个 就是制那个勺药的白粉丁 我最开始用这个是由于是用来做我们家的 这棵树 你看现在它就好了 这个是海棠 海棠它有黄斑丁 它的叶子上有黄斑啊 现在都制好了 都制好了 就是用这个硫黄粉的喷黄斑丁 后来我看见就是白粉丁 也是用这个来喷 所以说用 这个也是好像是一小勺 你们看一下用量 我好久没用了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黄斑病治好了 然后我就现在用这个 这个里边装的就是它 我就是来喷喷我的那个少药 少药的白粉丁 我看见白粉丁是可以喷它的 当然我以前我也是我两样都用 因为我害怕白粉丁 我以前是用的这个 白粉丁它每年到了高温高湿 一下雨之后 它都会有没办法少药好多有 牡丹是基本上没有的 牡丹基本上是没有病虫害的 它有起草的说是金龟子的幼虫在底下 那是大面积的种植腹 可能才会有像在家里是十颗八颗几颗的 我听说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不会用 但是有时你害怕有的时候 或者看见有什么也有白粉丁 应该是没有的 我都是喷着这个麻辣绳 然后我今年呢我喷一下这个硫黄粉 硫黄粉来试一下我的我的那个勺药 你看看哈 我就是买的这个哈 这个这个来喷 这个十多块钱吧 这个比较好 你看我我这 这个喷雾器 我在这里看我这个这个扫药 它就有啊 它就有白白粉丁 连我昨天前天就已喷过了 喷过了应该是 应该是用不着了 用不着喷 我还是来喷一下试 哎呦 咔着就行